大家好 歡迎各位來到我的頻道 我是Chris 今天特意選擇下午出來踩單車 就是為了我們的聖地 而這個聖地令我想 在下午的情況下介紹給大家看 畫面很多人塞車 過完馬路繼續趕 今天我們要去的聖地 就是鹿頸新涼潭 相信踩單車的車友 對鹿頸這個地方 就算你沒踩過 都可能回聽過 都不會太陌生 因為鹿頸這個地方 是一個操車熱點 非常多人去那裡操車 而我一直都很想為大家介紹這個地方 很早之前 就打算趕了鹿頸 不過如果要踩鹿頸 我就打算下午出來踩 但就遲遲找不到時間 所以今天才來趕 因為我覺得下午踩 才可以讓各位觀眾和斜右看到 鹿頸最美的地方 其中一個美的地方 就是它的風景 對 多謝我們的現場同事先 接著由我Miki 為大家報道 要踩鹿頸 才知道怎樣踩大美督 所以就由我為大家講解一下 假設各位 現在在大埔的海賓公園正門口 就由這個地方出發 向著正前方的單車徑開始踩 接著 其實所有的路段 都是單車徑來的 全連零向的路線 第一個分岔位 轉向右手邊 剛剛上完斜 轉完右手邊 就下斜了 下斜之後 就進隧道 隧道口出去 轉右手邊 就開始上斜了 上完斜 就不停踩 踩踩踩踩 就會下斜 下斜之後 就會相遇第一個隧道口 但是除了這個隧道口 其實踩前一點 有第二個隧道口 兩條隧道口 都可以踩向大美督 我就... 個人建議從第二個隧道口轉過去 為甚麼呢 就不要問 只要信就對了 進隧道口 就出了隧道 出隧道就轉向右手邊 然後不停向著這個方向 沿著單車徑不停踩 有時轉下彎 有時下隧道 有時過下馬路 最終你就會到達大美督 就好像現在的畫面一樣 接下來就交給我們現場同事 Chris報道 好 成功入到大美督 當你到達大美督之後 沿著大馬路 一直踩過去就對了 一直踩就是綠頸 但是踩綠頸 你要入到綠頸之前 前面那裡 你就會看到開始是上斜的 上斜的那段路 前這一段是需要推車的 因為它規定了這段路 四百米是要推車上去的 如果被人捉到你的話 是會發展的 嘩 推車模式啟動 這段路平時上去 我都是推車這樣推上去的 但是下的話呢 我就會用一個高速移動的方式下去的 下去的時候就要自己小心點 嘩 我都還沒踩 就這樣推車 我已經推到出汗了 今天是十七十八度 一會兒要脫一脫風褲 好 來到這裡其實看到上面 已經有一塊的路牌 就是說其實推車推到這裡就可以了 之後就可以開始踩 這裡進去就是落綠頸新涼潭了 嘩今天都幾多人踩啊 好了那我都出發了 看到前面有人下去 嘩 裝備切換完畢 嘩 出發 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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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景色是非常之優美啊 嘩 嘩 旁邊有人在這裡 露營 看到嗎 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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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 綠頸這一段路呢 其實之前某一些的影片 都曾經說踩過來這裡的 但是說很完整介紹這一段路呢 就沒介紹過 所以今天就來講一下這一段路了 綠頸這一段路呢 它的難度呢 是一升的難度 雖然說是一升的難度 但是來綠頸踩的人呢 不單只是新手 就算是老手 都會來綠頸新涼潭這裡踩的 因為這一段路呢 它段路呢 是有平路 有上斜 也都有落斜的 最重要呢 是它段路 整體來說呢 它是算漂亮的 雖然它有時候呢 都會見到可能有少少爛位 但是它的影響性呢 就不會很大 不會很大的 所以它這一段路呢 是很好踩的 所以呢 有很多人呢 都會進來這裡踩 其實剛剛踩進來的時候呢 都已經見到 有些師兄師姐呢 是踩不同的車種 有些可能是 摺車啊 有些可能是踩慢騰啊 或者公路車都有的 就好像我這樣 這一段路可以說是適合不同的車種 無論你是新手 還是老手 都適合你去踩的 新手的話 可能踩一個圈 這樣就夠了 老手的話呢 就可能會在這裡操圈數 可能踩三四個圈這樣 這段路可以說是 男女老少都適合 老少嫌疑啊 開始上車了 還有陸頸這一段呢 它有一定的長度 就不會說好像 梅子林啊 亞公閣那些那麼短 嘩 旁邊也有很多沙 旁邊那裡 剛才進來陸頸呢 不只是陸頸 其實踩到大尾督呢 都發覺是整路很多段 就是踩七下就整路 踩七下就整路 之後呢 看到是剛剛進去陸頸 剛才 都看到好像 開始想整路 還有踩陸頸這裡 可以給大家 欣賞一下 沿途的景色 是不是很漂亮呢 下午過來踩的話 現在 港隊呢 其實都會來這裡操車 現在我不知道會不會 但是以前會 好運的話 你可能會看到 有些港隊會來這裡操車 其實我想現在都會有的 因為香港 可以操車的地方 實在不多 陸頸是一個好選擇 現在踩這一段呢 是不停地微上斜 但是呢 它微上斜 又不會說真的好斜 所以是 好好踩啊 好適合這個新手來這裡練車 不過踩六頸 要注意 而下午可能會 比較多一點人 會開車進來這裡 看到時不時 其實都 有人開車的 但是呢 它這條路闊啊 所以不會說 塞住那些車 都安全的 但是晚上呢 都會有車 但是相對少些車 但是如果你遇到有車的話呢 那些人呢 可能是在這裡 飛車 那些電單車呢 那些 就會有 那些人進來這裡飛車的 大概就是這些了 晚上呢 就有幾高的機會呢 幾高的機會率呢 會遇到這些 電單車在這裡 在這裡飛車 有些呢 引擎聲很大 過你的時候呢 小心點 不要被它嚇到 嚇到自 嚇到自炒 那就不要了 好了 上完最後一段斜路了 接著呢 就不停地 斜落到尾 了 啊 看看我可不可以 追到剛才那兩個 騎電單車的 飛車族呢 說笑而已 怎麼可能會追到呢 好呀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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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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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中文字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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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